关于EOS EWM 我相信大家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之一 也有经常有人会私信at我 会问我EWM现在到什么阶段了 什么时候会上线呢 他们已经等不及了 那先告诉一下EOS EWM测试网已经1月份在Jungo4上面成功启动了 我们也把Trust EWM现在转向了 改为了EOS EWM 让它更加的EOS 但是测试网上线之后呢 我们肯定是会 你知道一个应用 当然无论是应用还是基础设施等等 它上线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个时期来让我们去检查错误 修复bug 那启动测试网以来已经修复了错误 部分错误 RPC节点最近也被修复好了 所以说计划将在3月底或者4月初推出 那EOS EWM的桥接合约将允许中心化交易所的用户将EOS的代币 直接提取到他们的MetaMask钱包 而无需本地的EOS账户 终端用户能够使用备忘录字段中的以太坊公钥 将EOS代币从他们的EOS账户或者是中心化交易转移到桥接账户 而且另外一个好消息可能大家都已经比较了解的就是我们不会产生新的代币 EOS将作为燃烧 燃烧代币在EVM上让大家体验这种用EOS就可以来进行交易的一个操作 这样不仅会提高大家对EOS的使用 也会大大减少关于交易方面 之前一直被大家所诟病的一些比较麻烦的资源上面的操作 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吧 他很快会跟大家见面